大家好,我是霍霍,今天用西红柿和莲藕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 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吧 首先把莲藕两头给它去掉 用削皮刀去皮 把莲藕切片 给它切成小丁 放入清水里面,防止氧化变黑 准备两个西红柿,打十字花刀 倒入开水,烫一下,好去皮 切一点葱花 放入盘的备用 准备几瓣大蒜,切末 和葱花放在一起 把西红柿去皮 用开水烫一下 这个皮非常的轻松就能接下来 先切成片 切条之后再切成丁 放入盘的备用 锅中提现把水烧开 把藕丁放入锅里,焯一下 倒一点白醋 焯熟给它捞出来 锅中倒适量的油 放入葱花蒜末 开小火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放入西红柿丁 放入一克食用盐 快速炒出汤汁 炒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放入藕丁 翻拌均匀 来一点生抽 蚝油 放入一克白糖 开大火翻拌均匀 翻拌两分钟 最后来一点小末香油 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再撒上一点葱花点缀 蚝油和西红柿这样做真的是非常的香 开胃又下饭 用西红柿的来打底 酸酸甜甜的 非常的美味 做法还是非常的简单 用它来拌米饭也是非常的不错 喜欢的朋友们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会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